HELLO 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競技場地圖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2000分左右的分段的競技場 先來稍微看一下 最近的競技場的比賽都是比較高分段的 我來看一下一般人的競技場會玩出什麼樣的花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方式選擇了維京 那維京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還有手推測 而且不用研發 立刻到了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都是送給你 所以不需要那些研發時間跟資源 所以經濟來說維京人是全文明裡面 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他的一個能力呢 到職程跟封建時代 都有一個不做的加成 讓維京人在前期可以獲得強大的經濟 然後後期做一個大軍壓制的一個策略 他比較適合打奴兵跟步兵系 馬的話不太行 因為只有二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到了帝王時代呢 雖然強弩沒有拇指環 但是有這個維京狂戰士幫 可以讓強弩多加一攻 讓這個強弩呢算是堪用喔 但是如果跟有拇指環的文明打 還是很容易打碎喔 這一點需要注意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馬來人 那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 生死帶速度特別快速 那在海戰途中喔 這個漁網有三倍肉量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那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強制增兵技術喔 這個雙手劍兵 不需要黃金喔 到後期缺精的情況下 雙手劍兵還是有一個不錯的影響力 而且馬來人還有這個 折扣大象可以使用 這個折扣大象到後期也是非常誇張 省下非常多的錢 那最主要的打法呢 還是打這個強弩跟步兵路線比較適合他 因為他的步兵線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步兵很快就可以成型 基本上只要點攻擊力就可以了 那馬來人打法也算是 應該有點算是半全能型了吧 簡單來說 如果不打 騎士或是刺猴之類的 打大象的話 他可以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但是如果是要打大象的情況下 會比較建議打地龍時代的大象 再配上這個精銳毛相夫 這個傷害力才會比較好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競技場前起 這個配置我們稍微解說一下 有些人會配惡目有些人會配散摩 惡目的好處是 肉類獲取量會更快一點點 那流失的肉更少 但你在競技場裡面 就可能會比對方多50肉之類的 這算是一個細節上的操作 有些人會果子比較慢吃 然後全部都吃這個 乳牛啊 然後鹿啊 豬喔 這個一系列的吃法 就果子到了這些野生動物全部吃完 只剩下乳牛的時候 才去開果子吃 當然這個吃法有好有壞啦 好處是你的果子 果子的話可以慢點吃 然後先吃這個高產量的肉量 採集資源 讓你前期生死代會更快一點點 那像這樣子打法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壞處 就是一般的吃法 不算是非常極限的 那我也比較推薦 大家學紫色這樣吃法 就一樣正常開果吃 雖然沒有辦法像其他頂鍵高手這麼極限 但至少 上時代是 妥妥的上 不會有太大的失誤 那我想看到 違建人這邊是19P上封建時代 那馬來人18P上 兩邊居然是打一個封建時代升級的配置喔 不是直層 這個可能兩邊都在提防對手 前期來 插塔塔攻之類的 但說實在這兩個文明 打快攻優勢 其實沒有特別明顯 所以應該是不至於會打 前期插塔策略 好 違建人身道封建時代先點一下一級農哥英級 伐木 這邊打的一個算是 偏怪怪的 通常競技場的都是打直層 那這邊是打一個19P可能是想要防對方的大招 但其實沒有防盜 兩邊都是互相防 所以都是很早就上批樹 所以沒有直層成功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都是正常傻農田都點一級農一級木 打的還算是偏正常 沒有什麼太特別之處 因為有一些玩家們 他們會在競技場不打直層的一個問題點是 他們認為有時候 這個19P18P上封建時代 即使對方沒有打大招 他還是可以很正常的農上去 剩一點這個一級農一級木 讓自己經濟再稍微好一點 剩城堡時代的話大概會差個一分鐘或兩分鐘 其實是不會相差太遠的 所以這個好處就見仁見智 那維京人先上封建還有個好處 就是輪走技術先給 所以這段時間是會比馬來更好一點 你看他經濟很明顯 他這個經濟再稍微買賣 再早點挖黃金的話可以更早上 這個城堡時代 那馬來人這邊輪走技術還有8秒 那這個細節也是蠻好的 馬來人在升城堡時代的時候先點 升城堡時代這段時間 就可以享用輪走技術的加成 他就不用在那邊慢慢的採資源 就會高速採 哇維京人這邊剛好像卡升級建築物 4級太慢下了 導致他這邊升級慢了很多拍 慢了快1分多鐘 好維京人這邊補了一個軍銀 那這邊有挖石頭 可能是要來插寶前壓了吧 可能要來插個石頭處 或是直接控他自門金礦 這裡 好那馬來這邊是沒有挖石頭的 石頭是上城堡時代 蓋城堡中心的時候才去補下挖石頭 這邊是選擇了攻刑具 二級木先補了下去 看一下家裡的狀況 這邊是補了一些長槍兵 長槍兵前壓然後升重裝長槍兵可以 因為重裝長槍兵他的這個強勢之處 在步兵來說的話 維京來說的話是血量比較多的 我記得是有66滴血吧 其實很坦喔 好維京人這邊補下了護衛技術 但是沒有升重裝長槍兵 補了一個織布 補織布可能就是要出門的意思囉 好果然出門了 這邊收村 然後把農田處的村民全部拉走 這邊可能要有點小心會有點斷肉的問題 可能待會村民才會出來補種田 繼續把這個肉補起來 果然開始再補了 這邊肉 還是升了重裝長槍兵 血量66滴血 很坦 工程塔 奇招 這個有點看頭了 這邊可能是想要先送長槍兵進去防 結果自己的伺候被招走 也沒有擊殺到任何一隻僧侶 長槍兵先送進去之後 讓所有的村民也進去 然後馬上蓋下了一棟城堡 這個打法相當特別喔 直接用工程塔 入侵對方家裡 那如果可以再做更好一點方法 就是把城堡蓋這個位置 直接插爆兩座城鎮中心 他有點嚇得太早了 反正是想要防聖物吧 防對方的聖物 修道運的聲明繼續走出來 有可能 好那這邊下了一棟城堡之後 村民直接收村收到裡面 直接增加箭矢傷害 10個人在裡面 偷偷射射 後面這邊 經濟沒有什麼太特別之處 城鎮中心也沒有補下 好這邊還按了少量的狂戰士喔 那狂戰士這個單位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是有點效果的 因為他這個 血量來說 是比這個長劍兵來說是多一點點 而且他有城堡的話可以立即產出 而且移動速度也比長劍兵快 也不用升級 基本上他就12攻喔 還算不錯的 就有點像是城堡時代的傭兵的感覺 義大利的傭兵的感覺 跑得又快 好那這邊是決定使用衝車開始衝撞 好這邊來個細節 把村民放出來 先用村民直接拿拳套開扁衝車 後面的圍巾狂戰士在後面輸出 阻止對手 打自己的衝車 雖然被打掉了一台 但是圍巾狂戰士跟衝車也是 除了續在失處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這邊村民放了出來有點失誤 吃到了箭矢傷害 可能要死一村 唉唷瞬間拉走 這個拉得不錯 好那圍巾這邊的打法 算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打法 因為通常很難擋得下來 對方有出頭的車 那衝車可能就很難再繼續突進了 至少右邊這邊換掉還算不虧 圍巾這邊經濟用的很極限 這邊直接用自己的步兵 全部送到前線 硬拆掉對方的頭時車 後面的聖旅應招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這邊再收進去 突攻城塔再放出來 斷了對方的招翔 哇這個打得很不錯 我已經能這一波 給到了十足的傷害 這棟城堡是有機會拆掉的 這個爪道勇士要趕快一直按 一直按一直按 不能停了 我已經很努力在反擊對手的步兵單位 但是衝車只有三台 那要真的拆掉所有的農田跟這個洞城堡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側面也在修理 好但是正面已經開始反打了回去 圍巾狂但是血量開始慢慢回了起來 但是沒有升到精銳之前 每分鐘只能回40滴血 這還是有點少的 但是精銳的話 每分鐘就可以回80滴血 直接雙倍 好那目前看起來 圍巾的這波攻勢已經宣告失敗了 這個城堡並沒有拿下來 這邊蓋城堡想要反制 但是馬來人第一次也在後面補下了第二棟城堡 這種城堡看起來是蓋不太起來了 馬來還是有一些優勢的 優勢就是喘民數量夠多 反制城堡是可以的 好城堡這邊直接補了下來 好圍巾狂戰士直接尻爆 好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先加速一下下 那圍巾這邊如果前壓結束之後 要在家裡趕快補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趕快把這個經濟拉起來 不能單純只打一波 很容易打輸的 好這邊把這個 圍巾狂戰士站了起來 想要直接到後方 直接越過去可以嗎 哇越不過去 他這邊圍了兩層牆 圍巾狂戰士直接開尻了這個房子 房子很快就要爆掉 哇直接殺了進去 這一波還是騷擾到了馬來這邊 這邊趕快按一些爪道勇士出來防守 工程塔這邊繼續騷擾 不用繼續殺村民沒關係 只要讓對方不敢踩資源 他就賺到了 這邊圍巾人 繡得還不錯 但是還是沒有空好 把自己的圍巾狂戰士送掉 這兩棟城堡 火力交叉實在是有點猛 好這邊看到外面有蓋城鎮中心 馬上再來蓋了城堡 但對手反自己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直接在你面前建一根建塔 要來阻止蓋城堡的速度 殘堡這邊才50% 是有機會可以擋下來的 好單活方又圍巾狂戰士補了過來 村民可以直接繼續用衝車開始頂 村民收村 村民有機會可以蓋得好嗎 80% 火力交叉速度再繼續尻 哇直接尻爆了這裡所有的單位啊 哇這間衝車 又可以來輸出拆掉箭塔也沒問題 這個城堡也蓋好了 好那這個城堡中心可能會有點危險 哇這邊還在升帝王時代 還有50秒 這50秒應該是有機會 馬來人升時代很快 看看能不能直接升上去喔 哇好像好像不太行 有衝車的關係 哇這個帝王時代沒升上去 讓馬來人的拆城堡時間又更慢了一點 這時候微技能也補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好這邊看到微技能終於沒有在裡面騷擾了 後面馬來人只是補下了一些射箭場 要來轉一些工兵單位來阻止微技狂戰士 順利稍微稍微招一下 完蛋 地龍時代爆炸 只剩下一個城鎮中心 兩邊村民宿的差距不多的 只有差5村而已 那微技能目前還是偏戰上風喔 因為馬來人還沒有這個推測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一直以來還是比 圍巾這邊再差了一點 這邊勝率直接撿了一個聖物撿了就走 這邊趕快再進去放狂戰士去追 這邊能夠來得及放回去嗎 狂戰士直接追了進去 一刀 卡位一下 兩刀 收掉 哇太棒了 這個聖物又守住了 雖然可能要拿回來有點困啦 至少讓對方再省失100斤 然後再拿勝率的去做一個操作 減生物的動作 那馬來人打強弩的話 沒有太大問題 微技能這邊也很簡單反制喔 出戰毛兵 或者是出頭車 甚至出這個 強弩 對射甚至也是有利一點點的 只要他不點下拇指 微技能是有一些優勢在 經濟優勢 馬來人看一下右邊 右邊沒有偷偷搞事 這邊沒有辦法去偷挖 抓到勇士出了11隻 沒有再繼續出 這邊是按下兩台巨型投射機 開始要來拆建築物了 這個衝車一直頂 好頂出了一個洞來 趕快秀一下衝車 我已經在這邊也按下一台衝車 現在來做反擊 但是看到有這麼爪刀勇士 還是選擇撤退喔 不然可能會被爪刀全部拆光 哇這邊 巨型投射機可能要跑了 哎呀跑不掉 爪刀勇士直接抓了上來 城堡也是爆開 沒有單位可以防守住 應該是要送了 微技能慢慢的把生物撿走 這個生物撿了兩個 現在後方這裡 那微技能這個文明是有大衝車的 所以待會也可以配衝車 然後 強武 或是配上一些劍兵勇士 都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那微技能的劍兵勇士 還比這個微精狂戰士的血量更多一點 用法的話也是很好用 還有這個軟甲技術 也吃得到 微精狂戰士就沒有軟甲 所以用起來就會比較弱一點 好這個時間點 微技狂戰士顯得有點尷尬了 再繼續出 可能會有點危險 可能要適時的轉一下兵會比較好吧 好那目前 微技能是以 73村對上58村 村民領先大約15村左右的村民 右方的城堡中心也看得出來 這邊可以再考慮補一個城堡中心也沒關係的感覺 然後後方有強弩 正面微精狂戰士上去尻了一波 努兵直接往後拉打 後面還有城堡 應該這一波微精人是沒辦法佔到甜頭的 但是衝車居然這時候上前硬是拆掉了 一台 巨型偷司機 哇這波打得很不錯 這個城堡沒有拉太多村民來修理 導致直接爆開 哇這個 畫面跟我平常爬天梯的時候的畫面有點像 自己搞事然後自己出事啦 鬼精直接被壓了回去 加速一下下 好看起來這波只能撤 生物只能趕快抱著跑 兩個生物可能要緩了回去 趕快補一棟城堡 擋一下 OK這棟城堡蓋得還不錯 可以鎖住自己的祖金還有城鎮中心 位置並不會太差 如果再往上一點點的話就更好 好那目前馬來強武已經升級好 但老學也補下了 待會這邊就要來思考要怎麼打 維京人 維京人這邊也是要來打奴兵 打奴兵 那維京狂戰士 不是 狂戰士幫這個科技要考慮點一下 兩邊巨頭互走 但是對方巨頭沒有人在修 直接爆開 哇 馬來人 有點虧 這個有點在送 這個 有可能要再拉一些村民出來 去修一下會比較好 好維京左邊稍微蓋一下房子 控一下圖 看一下外面有沒有一些人啊 或是奇怪的東西在蓋 結果什麼都沒有 維京這邊補下更多的房子 村民也有在按 目前是 72村 對上維京這邊 大概87村左右 村民差了 14隻 還是有點多 好 奴兵直接射爆這些 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想要上來硬拆巨型投石機 但是看起來沒機會 還差個一刀 甚至兩刀 好 才拆得掉這個巨頭 很可惜喔 居然沒有拆掉 奴兵這邊出的還不錯 強奴這邊可以考慮 去硬點出來了 這邊 直接奴兵打強奴 這什麼奇怪畫面 直接被射爆 好 最終自己的 兩台衝車 哪時候衝不去的 把馬來的巨頭給收掉了 好 那目前是84村打78村 馬來的村民開始 逐漸追上囉 像只差距6村了而已 差距越來越小 維京這邊損失了一個城鎮中心 確實有點小傷 開始有點霧開的感覺了 馬來這邊還能再把自己的優勢延續下去嗎 那個生物趕快找機會撿一下 有按生女嗎 沒有按 他想要放到最後面啦 拉一個最遠的 放一個最安全的 好 維京這時候補下了化學 但是強奴依舊還沒升級 這個強奴漲價到450了喔 真的是有感 好 後面搭的是衝車 配上巨型投射機的一個連環壓制 那目前看起來 維京人現在要打一波是蠻大優勢的喔 原來這樣弩兵數量夠多 40隻 待會再上到強奴的話 優勢就更大了 現在要打的話也不會打輸喔 因為現在數量夠多 即使是弩兵也是可以收掉這些強奴的 這邊巨頭架了起來 還有這繼續按嗎 喔有 巨頭有在按 好 直接開始拆 OK 這個 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在裡面 還偷按了裝甲衝車在裡面 這個是要來偷撞什麼呢 那個要撞有點困難吧 人家村民或爪斗勇士馬上就按出來 很快就拆掉了 好 繼續投射機 繼續輸出 雙巨頭開始反擊 好來看一下這邊弓兵對射 OK 狂戰士邦也點下了 鬼經這邊狂戰士邦補了之後 強奴傷會變成6加5 11共傷害 這邊想要做一個拉扯 但強奴數量有點過度的關係 馬來人有點招架不太住 這時候轉一些戰毛兵來擋會比較好一點 這時候不是按爪刀了 這個衝車怎麼到了奇怪的地方 從這個奇怪的地方走出來 強奴直接反擊 馬來這邊直接爆炸 戰毛兵不夠多 工程器械兩台也要送掉 巨頭也沒了 右側這邊有少量的圍巾狂戰士 在右側騷擾 抓住了一些村民 目前村民數是102吋對上89吋 村民差距13吋 還是有點差距喔 北京人這邊的經濟還是很好 馬來人這裡沒有補下手推車稍微可惜了一點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補手推車算是不錯的 其實70吋的時候就補手推車 可以讓自己的經濟效率最大化 當然7、8、9、10吋這手點都是可以的 在越後面點 這個真是越晚點就越虧啊 就不用說了 但是也要看戰況 並不是說每次都可以在這個 準時70P或80P、90P的時候點 這個是有點困難 因為 世紀帝國是一個RTS遊戲 有時候要忘記點 或是要趕快先加強自己的戰力的時候 才是重點 手推車其實這種東西是其次的 當然如果你是在純龍狀態來說 你就要去記得這些細節 才可以把自己的經濟 再最大化一點點 好 那這邊偷到對方石頭 果然被抓包 這裡也沒有城堡 維京人這邊可能 村民會損失慘重喔 爪到龍師數量有點多 後面有沒有更多的 維京狂戰士過來幫忙 好這邊維京人果然轉出了長劍兵 開始要升上種劍兵了 右側的村民可能要先撤了 右邊村民被抓關係 維京人村民是下當剩99吋對94吋 村民差距為5吋 越來越接近了 這個真是實力相當啦 馬來這邊防守也是打得不錯 雙寶直接守下維京的潛壓 那這邊維京後來反攻也是被他狗住了 奴兵直接升到了強弩 再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要來按這個戰毛兵 中頭也按下了 哇 中頭打這個步兵其實是蠻好用的單位喔 之前viper在競技場也有示範過 步兵為民互打的時候 中頭是蠻關鍵的一個單位 只要能砸到大量步兵 就很划算 這邊直接把城牆置滴 拆了城牆出來 把這個時候挖一挖 維京人 經濟現在也沒有很好 馬來其實也是喔 但馬來這邊優勢是有火炮 維京人是沒有 所以待會可以利用自己的中頭加火炮 一個工程器械的壓制 稍微去poke一下對方的單位會比較好 先不要打正面 現在以 距離戰來說 馬來是有優勢一點點 這個裝工程塔移動速非常快 想要從前方直接踩火炮 好像有機會喔 這個箭矢很扛 結果直接死去 打算 補放出來了 裡面雙手劍兵表示 說好的特洛伊木馬 直接走了 左邊這邊有少量的工程器械 這個怎麼會兩台火炮跟兩個頭車 出來就要直接被雙手劍兵給砍掉啦 好虧啊 馬來這邊 好像按到這個 選取所有的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導致 工程器械在外面生了出來 看來只能極限亂開炮 這個村民被打到一發生一滴血 正面工程再度展開 馬來人這邊還能在打嗎 戰貓兵數量有點少 還不夠多 直接被11弓的強弩射了回去 來看他這邊血量的變化 工程 工程塔直接往前 想要把自己的步兵放出來 去砍強弩嗎 直接跑到最遠 去抓火炮 可以 火炮表示殺球 出現了一堆雙手劍兵 劍兵友誌只插三秒鐘就出現了很可惜 這個維京人用工程塔的戰術打的確實有點漂亮 不然是前期後期 這個工程塔他也是利用的非常十足 那後期轉出劍兵友誌也是相當明智的選擇 而且維京皇戰士幫點下 強弩傷害也來到最高點 所以他基本上把維京人特色都打好打滿了 而且衝刺也是有一隻暗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細節 待會衝刺還可以升到大衝刺 這個拆防止速度就是 再更快一些 馬來這邊如果要想要打贏的話 這邊他打的策略是不錯的 但是他這邊失誤的有點多 工程器製造所如果這兩台中頭加火炮都在這裡出現的話 說不定還有機會可以打得回去的 相當可惜 你想這兩台火炮在後面 拆巨頭 拆盧舒服 拆強弩也是 所以感覺最後的致命傷 是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裡面的工程器 纏在這裡的關係 算是自己的一個失誤吧 沒有辦法 稍微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維京人拿下許多的勝利 但木頭稍微輸了一些些輸了6000 但黃金贏了5000 石頭贏了也是2000 失誤的話贏了少量的一點點 雖然部分的話兩邊都是剪得差不多的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這場的一個重點 應該就是 前期的這個維京狂戰士前壓吧 還有這個長槍兵 偷渡進去的這件事情 確實很有效果 讓這個馬來人打一個措手不及 差一點連前方的城堡都失手 但好險最後還是有頂下來了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跟注 他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